加拿大北极熊预警计划是全世界独有独创的单位 但这其实来自一段血腥悲伤的历史 巨大的熊标本诉说着那段沉痛的过去 直到1973年 北极熊受到国际协定保护 北极熊预警计划也就此诞生 每到这个季节 Jeff会开着车四处巡逻 只要一发现有北极熊在小镇社区逗留 就会用警示枪驱赶保障人熊安全 除了海湾岩石边是熊出没的热点 小镇还有另一个危险禁区 所以你来到夜里 你开这个 你开这个 然后你把池袋放进去 然后你把池袋放进去 有些池袋放在每年里 因为他们的母亲教他们 当你上海洋 来到池袋 因为池袋是一种食物流 2003年我们有了洞出 他在那裡去酱池 都在那裡来的ダブジ 你现在打垮鱼 你的白鸡鸟呢 是的 白鸡鸡们来 他们会嗨 他们会想到 来的辣 但他们不可以 他们就上这一百分钟 然后就能别进去 所以垃圾场附近 会经常遇到被吉熊 上一次 一转头就看到了 一个熊妈妈 带着一个熊孩子 当时是垃圾在车里 然後我就到車 下車 然後扔垃圾 等我轉回來的時候 熊 兩個熊就在車前面走過去了 哇 那你跟他距離多近啊 大概就兩個車的距離 不光是垃圾要鎖在建築物裡 就連路邊的垃圾桶也有防熊設施 因為北京熊每年都會經過小鎮 所以這裡的垃圾桶都做得非常的特別 你可以看到倒垃圾要開鎖 而且這個投入孔也非常小 就是要防止北極熊會在這裡翻垃圾 等前房萬房 嗅覺一流有機制的北極熊 還是有辦法突破重圍 這其實是個醫院的地方 這扇頭的扇頭 被撞到二次的扇頭 這是一個大小的貨幣 因為裡面的垃圾桶都放在裡面 但這扇頭的垃圾桶都放在裡面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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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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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19173 是當地惡名昭彰的一隻頑皮熊 他第一次為了翻垃圾 攻破醫院大門 被Jeff施打麻醉槍做了記號 沒想到第二年,再度上門 可能是12-1300磅 對,它推開門 然後門就倒閉了 然後它進去 我的天啊 對 門很厚 但對北極熊來講 真的... 這樣就... 可以破 儘管大門厚實 但面對北極熊 也是不堪一擊 但Jeff還有殺手劍 所以這次是一個保留ber trap 這是一種的方法 我們用來探索的 在那裡的地圖 是一般的地方 在那裡的地方 在那裡的地方 有些地方 像在那裡的衛生 我們 normally會放在那裡 在那裡 所以這裡在內 是有一個 所以我們會把 放在那裡的 所以它們的方法 是 貓子會進來 牠們在那裡 牠們在那裡 但是牠們沒有選擇 不然牠們在那裡 所以貓子在那裡 牠們在那裡 牠們在那裡 貓子進來 牠們在那裡 牠們在那裡 然後牠們在那裡 然後牠們在那裡 小鎮裡一共裝設了 八個機關陷阱 一旦有像1973號一樣 旅趕不走 或是實時造訪小鎮的貪吃熊 接下來就得面對 圍期三十天的囚禁歲月 這是我們稱為D20 因為我們在Dblock 建築20 這其實是 建築物件 1978年 他們在建築物件 建築物件是28個 兩者是家的 他們進來 做什麼不好的 把牠們放在餐廳 建築物件 所有的貓子 進去餐廳 都會留在30天 1982年 它在1982年 在那裡 最初的貓子 大概接近2500貓子 牢房 牢房維持設施零下24度恆溫 只供應水 沒有食物 以防北極熊習慣來吃牢飯 而30天的囚禁 符合熊的生理週期 也讓熊記住 悲觀的慘痛經驗 下次再也不會隨意來小鎮晃蕩 而在這期間 只有Jeff和研究人員 一共五個人得以進入 其餘 卸絕訪客 因為我們不想 把牠們用來人的餐廳 牠們的餐廳 不是一個餐廳 要保持牠們安全 保持牠們安全 然後我們把牠們放在那裡 牠們能夠安靜 牠們可以看到 嗅嗅 感覺到 但是牠們不能動 牠們的肌肉 所以牠們就被困難了 因為牠們的餐廳 牠們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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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吉爾小鎮 到處充滿人熊鬥志的場景 室內室外 張貼著警告標示 以及獄警專線電話 如果真的在路上 與熊相遇 小鎮也有些保命要決 在邱吉爾小鎮 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那就是家家戶戶 不會鎖門 也不會鎖車 因為走在街上 你隨時有可能 會遇見北極熊 這時候就必須 就近地躲進別人的屋子 或是別人的車子 以側安全 走在路上 也最好結伴同行 在北極熊的首都 有幾個安全規則 一定要銘記在心 那就是千萬不要單獨地走在街上 一定要團體行動 因為尤其是在清晨 或是傍晚的時候 這時候也是熊出沒的熱門時間 大門不深鎖 車子不防盜 夜不庇護的大同世界 竟然意外在小鎮實現 我們變成貓人 我們經常有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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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在門外 你經常看 你經常看 我們是第二種的 這是我們的認知 每個邱吉爾鎮居民 都能講出無數個 與北極熊相遇的故事 有的可愛 有的驚悚 人們學會了 與北極熊和平相處 也漸漸愛上了這些北方之王 看熊不只是生活一部分 更成了小鎮居民的維生之島 《地獄館廳》 1970年代的船廳 封城市的船廳 封城市的船廳 開始發現 船廳和鮑魚 能夠成為一個不同的資源 一個移動資源 那時 人們開始在沈船廳 在家製造的車子 去安全地操作 擁有鮑魚 那時 那時 第一次的 Tundra Buggy 成為了 限載18台的特製熊車 可以在動員保護區 依循著過去軍方開闢的路線 近距離觀察 卻不至於打擾北極熊生態 史無前例的能與熊如此靠近 就讓全球的生態學家和攝影家 爭相朝聖 Andy 汪銀華 旅居加拿大的台灣攝影師 專門拍攝幾地野生動物 10年前第一次到丘吉爾鎮 從此 追熊成了他每年的例行功課 剛來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要找 來這裡 找北極熊看看北極熊這樣子 可是來到之後 發現說這個地方實在是 我覺得有很多故事 希望說可以讓大家知道 帶著幾十公斤重 近百萬元的攝影器材 即使天寒地凍也不退縮 今天非常的冷耶 今天這樣子加風速 我猜大概有快-30度 -30度 所以我現在手指都動這樣你了耶 不是 你要拿 你要按快門 就是 在這個時候 就不要把它當作是自己的手就好了 加風速有時候可以冷到快-60度 零下60度 零下快60度 他們也不是笨蛋啦 他們是會 那個背著風 也是 對對對 也是要躲避風險 那我們就慘啦 那我們等於是一直順著風 迎風面 一直迎著風面 傻傻的在那裡 拜託等你動一下吧 等好幾個小時 但是最後你拍到 讓你最感動的畫面 在直升機上面拍的 然後兩隻北極熊頭滴滴的這樣子走到完整的冰上面 其實他們是感覺就是已經走得非常累了 當下我也是有看到有人真的是會有掉眼 而透過一張張照片更提供全球科學家研究開發極地生態的新科技 他們拍照片 他們拍照片 然後用這些照片 看著他們的遮瑕 去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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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想看 人家的手錶 他們用遮瑕 去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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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們不動向他們 也只要他們不利用食物 他們只能接受我們 像我們是一部分的地 一部分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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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吉爾鎮是在18世紀為了毛皮交易而誕生 當初因熊而生的小鎮 如今同樣以熊為生 只是從一開始的大規模獵殺 到現在保育愛虎 只允許少數原住民限額不獵 經過漫長的一個世紀之後 人類終於在這個荒涼小鎮 找到與熊和平共處的方式 但儘管如此 悲劇還是發生了 有一個地步在街上 在街上 在街上 一部分人們的地步 我們告訴大家 在街上 尤其是在 在在街上 去跟我們 可以對趨勞 不安全 在街上 在街上 有一個地步 是在街上 和人們 人們 但是他們都在街上 孤狼的地方 是 她被捕捕 被捕捕 為什麼? 如果有些貓貓 有些貓貓貓貓 或是貓貓貓貓 沒有問題 貓貓貓貓貓 人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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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盡量 熊會闖入人類社區 其實都是飢餓使然 人熊相遇並非總是美好 但人類任何魯莽的行為 都可能讓自己和北極熊 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當要被迫做出選擇時 北極熊永遠會是被犧牲掉的一方 只是他們存在於這片洞源上 已經長達幾百年 人類小鎮不過是這半世紀才建立 我們怎麼就宣兵奪主了 富豪 Community 老江流星 形作企圣 製到從平和老夜甦 rij sprilled工房 構成森 稱是他們ya 称為 consumption 貓貓貓木 大家應該將其愛 but really it belongs to the Bears